Liberating our citizens from this Obamacare nightmare 更享受竞选总统的过程 也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能选上总统 但是竞选的过程 大家万众瞩目的过程 对他来说就像一个真人秀一样 另外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人 奥巴马像一个知识分子 他总是很冷静 总是在思考 然后其实说话很谨慎 但是像奥巴马这样的人 不太容易接近 你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特朗普我觉得相对来说 他就要钱很多 那么他没有那么多的思考 然后他怎么想 他就会怎么说 然后比较愿意表达出来 还有特朗普这个人 他挺记仇的 特朗普原来过去早年 有一个记者写文章 说特朗普的手指比较手小 然后特朗普他每年 他都拍一张他的手的照片 给那个记者寄回去 就是坚持三十多年 说我的手并不小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特朗普的个性 那么在他的个性之外 特朗普他能够当上美国总统 在政治上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抓住老百姓的感觉 能够直指这个密意 其实2008年美国大选 就奥巴马选举的那一次 美国老百姓已经很不高兴了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 很新的一个人 就是奥巴马 我们知道奥巴马当时 他也是一个政治的新人 虽然不像特朗普这样 完全毫无经验 而且当时说要口号叫改变 对吧 change 用这样的一个逻辑说 表达了他对美国过去 90年代以来的那个方向的不满 只不过当时 大家好像有点本能的去选择了这个方向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真的好像历史的车轮 已经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在走了 那么到2016年 希拉里还在站台上等这个火车 而特朗普呢 他是准确地看到了这个火车的方向的这个变化 他抓住了这个 这是他这一种本能 我不觉得他有很多思考 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呢 还能够抓住老百姓的这个情绪 这一点我觉得他是非常强大的 其实90年代 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 对美国来说 那是一个可以说是当代理性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了 冷战结束最大的对手自动消失了 是吧 而且呢美国的经济在整个90年代应该说 这个大多时候发展的 然后新经济的起来 互联网经济的崛起 而且美国打了几场战争 应该说总体都是胜利的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学者叫福山 福山他讲的叫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意思就是说 人类对这个社会制度 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结束了 那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的一个制度 而且当时实际上不仅是美国 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个国家都在所谓的转型 所谓的正在往这个方向去变 那么大家都在去追求市场经济 那么政治制度上也有后来大家政治学上说叫第三波 有非常多的国家在往西方的制度上靠拢 所以在90年代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整个美国国内的气氛是非常乐观的 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似乎都觉得在获益 比方说互联网出现 让你会感觉生活比原来过得更方便 好像生活质量变得更高了 这种态势在过去的90年代以来 其实在逐渐的轻悄悄的在发生变化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里面 西方国家始终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平 这个是因为有好几种原因造成的 我认为一种原因是因为地理的扩展 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断地向地理上再往外扩展 那么尤其那个时候通过殖民地在扩展 包括二战结束以后 在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 我们不说它是新殖民主义 但是它确实是它的经济影响力在整个全世界的扩展 这是地理上的 第二个当然通过技术 西方国家在不断地引领技术变革 引领旧变革它就会获得技术的红利 所以它的经济总是在引领的 第三个就是说这些美欧国家 在这几百年里面它一直在做制度变革 我们看二十世纪的历史 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面临过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些欧美国家 它也在不断地做制度的改革 美国发生大萧条 大萧条之后 其实美国做了相当多的国内的改革 这个改革其实很多成分是从它的对手 就是从苏联这边学来的 其实它的方向是加强它的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所以它在地理 在技术 还有在制度 这个三个层面 不断地推动 导致几百年过去西方国家在整个全世界上来看 它始终处在比较高的经济生活发展水平 以及人民的一个比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上面 在90年代以后 应该说这个全球化 真正的是覆盖到了全球化 可以说这个地理的往前推进几乎到头了 90年代其实有两个非常大的经济体 全面地融入到全球经济里面 一个就是我们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印度 这两个都是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 那么可以说 它们代表着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影响力扩展的尽头 基本上所有能进来的国家都进来了 没有更多的红利可以进来了 第二个在技术层面 其实在过去互联网出现以后 20来年 其实是没有出现颠覆性的重大的能推动经济 发生代际变化的这样的新技术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而互联网产生的影响 其实它跟过去 比方说蒸汽机跟过去的电 这些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实它技术的鸿沟并不是那么的大 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在互联网上 我们也是互联网经济 我们是一个大国 很多地方是超过美国的 然后在制度层面 过去几十年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和西方和西欧国家 其实没有重大的制度的改进 他认为不仅不是我要改革 我不需要改革 而且是你们都应该跟我学 反而是其他的国家在 比如说我们中国在不断地在改革自己 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 其实也在向外界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同时我们在不断地结合自己的情况 在摸索 在进行制度创新 美国老百姓觉得我能做的事情 要改变能做的事情就是制度变革 就是要在制度层面改变现在的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奥巴马选举说 我要改变 我要change 而且直指当时的华盛顿和华尔街 2016年特朗普竞选还是一样 特朗普总说我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就是他把社会的弊病指向了华盛顿 指向了美国的大的政治和政商资本的这种结合 这种特权阶层 他指向了这个 这个都反映了美国老百姓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这些白人的工人 他的工厂搬走了或者说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他们可能失业了 生活受到影响 那么他会指责谁 他会指责全球化 他会指责中国 他会指责墨西哥 他也会指责华盛顿的这些 华盛顿和华尔街勾结 为了牟利 为了经济的利益 那么把这个工厂搬走 那么这个就是美国老百姓 他的一种情绪能够他表现出来 特朗普这个人呢 除了我们前面说他的个性 除了说他的政治的这种sense 这个感觉以外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反建制派 或者说他是一个 或者用我们熟悉的话说 他是一个造反派 就是因为老百姓觉得现在这个制度不行 现在的这个在英语里 他说这个establishment 当权派不行 那么我就要去反他 那么在政治上我要反 所以特朗普不仅是在反民主党 他也在反共和党的建制派 两党的这种当权派建制派都在反对他 然后特朗普呢 其实要改变美国的经济 他希望把实体经济带回来 要改变这种金融资本在美国 占据比较大的优势的 占据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情况 特朗普要改变美国的文化的党权派 特朗普不断地在跟媒体开战 然后不断地在挑战美国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 那么这一类的做法 其实都是特朗普作为一个造反派 在去挑战当权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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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organiz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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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bess拜托